我不知道远方究竟有多远 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终点 哪怕当万岁哪怕有千山 一人一奔向你和你手向前 一人一奔向你和你手向前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言 顺着不海湾一直南下 今天我就来到了旅顺 旅顺又叫旅顺口 它是大连市的一个区域 旅顺口离大连市主城区能有30多公里 旅顺口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 它和山东半岛各海相望 从今天开始我想开启我的旅顺之行 去往旅顺口的路上发现了大连国家 大连班海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往旅顺区的路上发现了一个戒碑 戒碑上面写着国家级大连国家级 搬海报自然保护区 那就这片海域 就是非常适合搬海报的事 我准备停下来到海边去看一看 我发现这边的水质非常好 海水这个水质好 最主要就是体现在这个海水非常清澈 站在这个海岸边往远处望 你看那个大海非常蓝 而且岸边这个礁石 包括底下那些小的这些碎石 海水清澈说明就污染少 而且环境保护也做得非常好 那这一片区域呢就适合搬海报的生长 这片海岸真的很漂亮 海水非常的清 这边是搬海报的治安保护区 不知道能不能看着搬海报 那边有个渔船在打鱼 好多海鸥围绕那渔船在飞 这边都是悬崖啊 海边有人在钓鱼 感觉那个海滩上好像堆了好多渔网 那个人不知道是在钓鱼 还是在收拾渔网 我一会我也准备就过去看一看 那个海滩上都是一些小水石 看上去很漂亮 看上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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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着有点不敢不敢走 这下面这个悬崖很高很高的 旁边都没有什么那个扶手 可那边那边那个海滩上有很多礁石 这往远处看 那个好像是有这附近做养殖的 你看用那个网箱围起来的 应该是养殖鱼类的 今天来到这个斑海豹自然保护区 本来以为可以看到这个斑海豹 其实是看不到的 因为平时夏天斑海豹 是离着海岸巷非常远 不在这个附近的水域活动的 所以说常人想要看到斑海豹 那是机会非常渺茫 不过今天在这个海岸巷走这么久 发现这边的海边真的确实很漂亮 已经是剃洒的 那都是递递越来的 如果还战了 看看这个山地的水域活动的 是这个山地的水域活动的 这边是可以优优出的 水域活动的 看不到这边 母舳的水域活动的 洁流痛的 那是公娃 在迫水域活动的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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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